WOW WOW 好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凡峰 那今天呢 要來玩新的 黑暗靈魂3的模組 叫做 CHAMPIONS OF ACTIONS 那讓我們開始吧 好啦 那這個模組呢 我覺得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 沒錯 他是有中文翻譯的 但是 有一些 就是沒有翻譯到 或者是 還不知道怎麼翻譯 我們來看一下職業 咒錯師竟然是這個 血緣的 哇 有點酷喔 龍忍 龍忍欸 各位 這個是二代的那個黑龍開甲 我覺得好帥喔 我想要選這個職業 這個是惡魔 這個惡魔應該要翻譯一下吧 惡魔兩個字這麼簡單 這個惡魔還蠻帥的 老實說我覺得還蠻帥的 可是我想要選龍忍 陪葬禮 黑死了人們的負重降低 但要承受什麼代價 蛤 為什麼 我們就 帶魚鏡好了啦 然後我現在才注意到他這個 在選單的時候的這個音樂 是惡魔靈魂的 完成 What the hell is this What the hell is this 我不知道 我看不懂那個是什麼 他有血嗎 還有反應嗎 沒有 看一下這邊 蛤 烈人喔 螃蟹頭烈人是吧 呵呵 我發現我不能跑步攻擊 奇怪 我不能那個跑步攻擊圖詞 我想要把語言給調成英文 不然這樣子 有些道具看不出來是幹嘛的 也不翻譯完整一點 齁 真的是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buff 然後這個 這是一些改變自身 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是一些類似buff之類的 欸 我們的 古達 在前面等著我們 古達應該沒什麼變化吧 這邊怎麼紅紅的啊 看起來好詭異喔 我的天啊 哈哈 超詭異的 OK 他怎麼又滾得動啊 我這個沒有盾也沒有辦法那個 欸欸欸欸 別抓別抓 掰掰 哎呀 果然啊 還是那個古達老師 就是弱啦 哈哈 我突然發現這邊的天空好像是有改過的 那個顏色有變得比較 偏冷色系一點 比較藍一點 跟普通的比起來的話 好像是有改的 不知道傳火機市場的這個附近 有沒有什麼東西被改了 啊 這裡面也改了啊 我們插上這個 Yes 好啦 我們的防火女姐姐 蛤 Level Up 我們來強化 我們的 力量好了 蛤 靈魂這麼少的嗎 少廢話啦 有賣什麼 哇 一些新東西喔 然後 欸不是只有一些 也是很多很多新東西 我的天 哈哈 欸 啊 竟然還有這把 灰燼法蘭大劍 然後還有新的裝 就是那個什麼農夫裝之類的 呃 這個東西應該是把自己的遊戲體驗變難的東西 那就算了我沒有要自虐 我沒有要自虐 哈哈 這個魔主他的檔案大小是 15GB 已經佔了整個黑暗靈魂 遊戲的一半了 有沒有很誇張 欸這個是新角色 欸沒有欸 喔對對是新的 可是他不跟我講話 不知道為什麼 不理他啦 我覺得龍 龍生這些 也沒什麼好用的 而且也不能用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 我不是真龍生 還真的我不是真龍生 What the 黑龍鎧甲不是真的龍啊 我要去自殺才可以再穿回去了 我說真的黑暗靈魂3的龍生好醜 我的天啊 一副獸皮猴的樣子 我最討厭了 跳這棵樹 欸我差一點點 看 最討厭跳這棵樹 跳上去喔 FREAKING 喔上來了 我可以先去偷看一下達仁哥 偷看他 嘿達仁哥 嘿嘿嘿 嘿嘿達仁哥 唉唷被他看到了 幹嘛啦達仁哥 這麼愛我的嗎 這麼喜歡我的嗎 來啦 給一點風 吃點冷風 再吃一點點 阿你怎麼 喔 趕快不 喔險 欸 What the hell 達仁哥等一下啦 喔 欸 不是吧 欸怎麼是血緣的閃躲方式啊 達仁哥 達仁哥很強欸 然後我不想打 他跟過來我就跟他打 他不過來我就不跟他打 阿 阿你怎麼自殺了 欸 怎麼自殺了 靠腰 看到我落荒而逃的身影可憐我了 還是因為我這樣子把你給逼瘋了 然後你去自殺了 靠腰阿 我只是 給他下個戰帖說 你敢出來這邊打我就跟你打 阿結果他就受不了 他的那個小心臟受不了 就直接跳下去了 我沒有逼他喔 他自己要跳的喔 唉唷 剛剛那個沒有看那邊有什麼東西啊 我要再跳一次 欸成功了 哈哈一次成功 神奇 閉嘴 元素碎片 寶箱 應該是那個蛇戒指吧 欸 沒錯 這個沒有改 奇怪 這鎧架這麼重的嗎 讓他解我逃喔 好啦各位 那今天呢 我們的遊戲先往到這邊結束啦 那我們下次呢 就要開始我們正式的冒險了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忙一個喜歡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好 那我是帆風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欸 他這個動作是血緣詛咒的耶 你們看得出來嗎 喔 這個抬頭動作是一代的耶 哇 哈哈 什麼都有耶 這個模組 哈哈 哈 想做一個小 Oswald